夏威夷古都拉海納被野火烧得面目全非 从空中一眼望下 房子车子街道通通烧成一片黑 贸易岛八月时爆发严重的山火灾情 火势迅速蔓延全岛 而各种因为气候所带来的灾难 频频在美国上演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协会NOAA表示 极端天气事件增多 美国今年遭遇的天然灾害 创下历史新高 灾损超过十亿美元的灾难 超过二十三起 几个星期前 从佛州登陆的意大利亚超强飓风 带来严重洪灾 灾损高达两百亿美元 另外美国中部地区 在两天内引发一百四十五起龙卷风 NOAA粗估统计 十八起恶劣天气 两起洪水 一场热带气旋 一场野火和一场冬季风暴 总共造成两百五十多人死伤 灾损已经超过五百七十六亿美元 而且距离二零二三年结束 还有四个月 但今年的重大天灾 已经突破二零二零年全年 发生二十二起重大天灾的记录 这一项报告还强调气候变化加剧的持续威胁 包含今年七月打破了全球高温记录 八月也延续了这个趋势 成为美国过去一百二十九年历史上 第九热的八月 美国本土有百分之三十四的地区遭风干旱 科学家认为极端温度在过去几个月 已经成为我们当前气候中常见的事件 除非停止燃烧排放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 否则气候还会继续恶劣 如果紧急采取更多行动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科学家表示 最糟的情况还是可以避免的 华视新闻路 请张俊慧专题报道 哈喽我是陈雅玲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